廣西鐵路有員工是音響發燒油 單憑耳朵就可以聽出火車頭是否有故障 在鐵路紐州機務段整備車間 檢收工陳惠國正對火車頭做例行檢查 今年53歲的他 由火車司機崗位退下 做火車頭檢收已經有20多年 他透過聽變噪音 就能夠判斷柴油機和傳動系統的狀態 耳朵聽的時候懷疑它有 再通過這個錘子加強判斷 一個就可以聽得出來 這個氣氛間隙過大過小 還有通過這個震動 也可以判斷到這個柴油機的集體力 它那個聲音還是不同的 有個仔細分辨是能夠分辨得出來的 這一項能力或者是來自業餘愛好 陳惠國系音響發燒油 用十多萬賣座家庭營音系統 練成對聲音十分敏感 絲毫改動都可以清楚分辨 除了用耳朵 陳惠國仲憑著鼻 透過油味或橡膠味 發現有沒有燒機油或電路被消食 他總結幾十年工作經驗 寫成一本檢收手冊並製作視頻 給新入職的員工看 他在工作期間獲得的獎章和證書 亦都擺滿書櫃 這麼多年以來 警察能夠發生即時的發生故障 即時消除 反正身裏面都感到 有種快樂的感覺吧 這也是讓我堅持這幾十年以來 工作的原因 隨著內地鐵路快速發展 內延機車逐漸被更強動力 更環保的電力機車取代 陳惠國會改進檢修技術 運用到電力機車 無線電視機車一鵬建華報導